畫面可以清楚見到 星期一當晚9時42分左右 防暴清場時 不少居民回到日生閣大堂 一群防暴趁未關門 借機衝入大堂 大堂內兩個保安竟然未有阻止 拿著盾牌和警棍的防暴 才截停居民要求佛企 又有入了升降機的居民被阻止上樓 多名居民被逼面向牆 雙手放在頭或頸 一起跪在地上 絕對是行形式的搜查 令居民極度憤怒 居民一路看CCTV一路罵 一路罵